大家好我是千鳥 前沒多久我看到客賣他們家 推出了專門給熱愛賽車遊戲的玩家 轉接方向盤用的新產品 DriveHub 比起原來的客賣多增加了不少支援的方向盤種類 不管是老盤比我的DF GT還要老的DF EX 還是聽說很厲害但我沒有機會碰過一次的Fanatic 或是之前都沒有支援的T牌 通通都能轉接到PS4或XBOX1上面 原本的客賣是不支援XBOX1使用方向盤模式的 只能使用XM去模擬成手法 使用XM模擬成手法就是等於 沒有利回饋 沒有利回饋就沒有辦法感受到路面的狀況 我想是所有會買方向盤的玩家 沒有辦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而且DriveHub不需要複雜的設定 插上去就會有完整的利回饋 聽起來超厲害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這個DriveHub DriveHub在PC Home上面的售價是2790 賀麥售價是1979 然後要加一個Hub接手碼做引導199 接下來是2178 打開外盒裡面是氣泡沫包著的 好拿下來了 紅紅紅的 非常有賽斯感的外盒 熱血 很熱血 很熱血 DriveHub 還有這個翻格漆 它翻頂是長這樣方方的 它這前方的類似下賽車轉速指示燈的東西 它這前方的類似下賽車轉速指示燈的東西 可以看清楚嗎 裡面有一點一點的 等一下插天應該會看得更清楚 看它亮起來會講怎樣 等等喔這個是 後方 接頭另外一邊欸 如果要好接的話應該要這樣 這一面朝前面 不過如果桌子 後面繞線的話 就可以這樣了 應該是要這樣擺 算了不管啦 不管前後方了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顯示器要跟那個 客麥上面是一樣的 它也會顯示跑巴的燈號 還有方向盤的型號也會顯示在這邊 這邊則是插孔 最左邊這個是連接主機用的 然後是引導手把用的 然後是方向盤 最後是配件 配件那個可以插像 H檔之類的東西 另外它這邊還附有它的線 它的線是 還蠻特別的 在上面有包層什麼東西 看起來有點厲害 還有一個是 用來固定 這個Drive Hub的魔鬼站 我應該不知道要念哪裡 或暫時這個東西應該不會用到它 那我們再把這個盒子 放到一邊 那我們現在就來接接看吧 不用做什麼設定嘛 就是小的USB Drive Hub 第一個孔 我插反了嗎 插反了 難怪插不下去 第二個孔插上去 然後呢拿我的手把 手把的線 然後第二個 插上去 再來第三步 我先拉開一下 再來第三步 方向盤的線 方向盤的線 我可以 我的方向盤的線 插在第三格 這樣三條接上去就 完成了 隨插即用嘛 哎呀 我好像跟上次一樣 把我的耳機線卡在一起了 那我們現在把鏡頭移到PS4那邊去 接上去看看 這個指示燈會長什麼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們的PS4前 我先放在這前面好了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 拉到後面去 這個整線的問題 有點難搞 然後再弄 然後 就把 這個 插上去 它上面還有一個臉耶 好可愛喔 可是前面的這個沒有亮 等到不會亮嗎 應該會吧 現在 現在PS4這邊已經 已經有看到新的控制器了 我們來操作看看 可以 都可以動 我現在正在下載那個 GTS4的封測版 好 我們現在安裝好了 我目前是沒有Xbox 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再幫大家試 轉接到Xbox上面 今天 今天其實剛好有那個 GTS4的 Beta 不過 我還沒下載好 而且 AC的話我比較熟 所以我們今天的測試 還是 用AC來進行 目前那個 Drive Hub前面的 可以拿起來 Drive Hub前面的燈還沒有亮 等一下如果有亮 我們再來看 說不定它會根據轉速來亮喔 如果它會根據轉速來亮的話 就還蠻酷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設定的部分 設定 嗯 Ctrl這邊 基本上它還是把我們認定為一個 一個 G29 我們就先把H檔打開 然後 Drive 下一場 我們要比的比賽 是GT3的 然後 用小千號好了 650S 換個顏色 換個顏色 什麼色哈 今天的Drive Hub是紅色的 我就拿一台紅色的好了 那 賽道的話 賽道的話 是V什麼的 這個 這個 在原地轉起來 其實跟那個 靠賣給的感覺是 一模一樣的 就是 一樣會有一些 轉動的時候 輪胎 慢一點才來阻力的感覺 之前有人跟我說這個感覺 叫做輪胎沒氣 好吧 可能我家車輪胎都沒有氣吧 這一點我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也不常開 那 TC 我討厭它 我關掉 IPS不動 GO 欸是這個場地喔 這個場地我玩過小的 弄到第一關 嗯 就是直壓到第一關 就是玩這個場地 哇 不是跑這邊 有些人 會玩的 有些人 有些人 在這方面 會不會太高了 謝謝 我們就知道 來自拍的 這條路我覺得也會有一點點機車誒 每個場地剛跑的時候都覺得他很煩 我們故意去壓那個 看看他有沒有延遲好了 轉向部分是沒有什麼感覺到問題 基本上 基本上要他轉他就要轉 要油門就要油門 再卡零你的反應 轉轉 快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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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盤給的那個震動 明確一點啦 來壓一下 哎呀沒有壓到 沒關係我們有的是機會好不好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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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準啊 沒有延遲啊 我最近在做 就是 克麥的延遲測試 然後 然後 想啊 就是 之前在網路上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一些 用 用 同時拍攝 畫面跟自己方向盤的方式 去測試 然後其實這兩個轉了 並不會完全一樣 連續這樣快速轉直 會很明顯的看到就是他的延遲是有在的 但是他延遲的部分是延遲在他的動畫 而不是方向盤 因為 我後來注意到他 就是壓到東西的時候 也是方向盤比動畫更有反應 我也請 有T300的人去幫我做了 一個小小的測試拍攝 然後下一個影片我們在 詳細談這部分到底是 要怎麼判算 那我們今天先用 聲音的方式 跟車外視角的方式來看看到底 它有沒有延遲這樣 這是我平常在用的剪輯軟體 現在呢 所在這個位置 即將要撞到前面的那個 錄影 一個突起物 那我們是在30FPS的模式下 很遺憾我錄影只有辦法做30FPS 那我們一個一個往前看 我們即將要抵達這個 綠色那個是撞擊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們的車子 撞擊 然後方向盤這邊其實已經是有模糊了 我放大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模糊 上一個還是清楚的 這一格是模糊的 就是 它被力回饋瞬間的旋轉 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位置 聲音剛好 這邊有兩個 比較凸的這裡 這個就是輪胎撞擊到 那個 露眼石的聲音 那剛好就在這個的時候 方向盤就 開始做了一個晃動 可以撥撥看 是不是 這樣的時候就晃過去 所以基本上從這個聲音的部分來看的話 這個 DRIVE HOOP這個轉接器是完全沒有延遲的狀況 我們剛剛完全忘了這件事情對不對 這個只是燈 好 我現在 我現在用三檔 看的時候 今天就衝進去了 這個要跟得動耶 我剛剛跟著它換檔有準嗎 呵呵呵 這什麼 酷耶 太高了 超轉的時候它燈快熄掉了 現在顯示是大紅色 然後擦軟的時候就熄滅 最後我幫大家做一個總結好了 我拍完影片第一個感想就是 使用那一段也太短了吧 那使用太簡單啦 擦上去就有啦 所以看這個稿子 紅色標起來的部分 就是使用書名的部分 那客賣跟DRIVE HOOP 該怎麼選呢 如果你是只玩PS4遊戲 玩除了賽車之外的遊戲 也希望用到腳本 你的方向盤舊了 或想要買舊的方向盤來節省預算 那你可以用客賣來轉接 關於客賣的穩定性和延遲這部分 我目前有在拍攝另外一部影片 那到時候內部影片再跟大家詳細的 講我測試出來的成果 那如果你同時也想要玩Xbox上面的Fursa系列 或是你跟我一樣 對在其他遊戲上面使用腳本心去缺缺 或是你的方向盤 客賣沒有支援 那我會覺得多這個612塊 大概1 3分之1的新遊戲價錢 買這個在賽車方面 功能算比較完整的 DRIVE HOOP會比較好 那如果當時我在買轉接器的時候 DRIVE HOOP已經推出的話 我是會選DRIVE HOOP的 那我們這一集的 開箱跟測試就差不多到這裡 這幾天剛好是GTS的BETA 那我也會用DRIVE HOOP轉接我的方向盤去開直播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千老熊的頻道 但是不會錯過直播的訊息 喜歡的話拜託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謝謝大家